12月 奥巴马总统宣布结束美国历史最长的战争 13年过后 我们在阿富汗的战斗使命即将结束 不过五角大楼官员表示 2015年的到来并不意味着美国援助任务的结束 五角大楼发言人约翰·科比海军少将说 并不是说到12月31日我们就一走了之 不会这样 我们将继续留在那里 空中支援 培训 反恐等都是今年留住阿富汗1万多美军的任务 塔利班袭击升级之后 这正是阿富汗军队所需要的援助 美国还将打击伊斯兰国极端分子这类恐怖主义 该组织2014年突然进入公众视野 他们迅速占领了伊拉克和叙利亚大土地区 并且残酷地将西方人质斩首 针对伊斯兰国的空中打击行动显然奏效 分析人士预计效果将继续扩大 中东研究所的鲍尔·萨勒姆说 我认为凭借库尔德军队和以巴格达为基地的政府军 外加美国的强力支持 伊拉克2015年将会取得进展 另外需要取得进展的是 美国和世界五大国要同伊朗达成和协议 去年11月最后期限之前没有达成协议 谈判人员新的最后期限是今年7月 美国国务卿克里说 谈判不会因为延长时间而突然变得容易 谈判很艰难 一直很艰难 而且将继续艰难 分析人士说 共和党控制的美国新一届国会 可能会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布鲁金斯学会的罗伯特 艾因霍恩说 国会议员急于实施新的制裁 这样做的效果可能是破坏性的 俄罗斯的制裁引发了更多紧张 美国因俄罗斯支持乌克兰分离主义 而实施的制裁 导致俄罗斯货币和经济直线下滑 但是美国官员决心解决 乌克兰冲突问题引起的分歧 美国助理国务卿埃里克·鲁宾说 没有人放弃美俄关系 我们必须改善这种关系 美国表示 俄罗斯满足了从乌克兰领土撤军等条件之后 制裁就将缓解 另外还有朝鲜问题 美国调查人员锁定朝鲜这个孤立国家 去年11月发动了对索尼影业公司的网络攻击 作为报复 奥巴马总统把对朝鲜实施新制裁 作为新年的第一项对外政策行动 美国之音 VL卫视新闻报道 VL卫视新闻报道